輪到最後總結了 這一部份每人有兩分鐘 按照次序 今次請余若薇議員你先總結 我知道大家很想政制向前走 我何嘗不是一樣 那你會問 為何不支持政府的方案 走半步 都比原地踏步好 你有沒有預見過一些態度非常之誠懇的推銷員 他向你介紹一些甚麼會籍服務 他說不知多優惠 你不買就錯失良機 你見跟他談了那麼久 不好意思不光顧他 誰知簽約後才發現 原來貨不對版 但取消是很難的 我們現在講一個政改 是落實一個制度 影響非常之深遠 你走錯了一步 是回不回頭的 你想想一九八五年 引入功能組別 到現在二十五年 只有加 沒有減過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政府叫我們增加小圈子的小圈子 如果我支持 我對不起下一代 所以我情願原地踏步 我都不要行差踏錯 我非常務實 我知道政治要妥協 但是妥協都要講原則 如果不是 變成投降 我沒有要求一個完美的方案 我亦都沒有要求一步到位 但是香港由於零七零八 到現在你說再等多十年 那麼最低限度 政府都有責任告訴我們香港市民 等是值得的 最終那個是真的 我們有個普選路線圖 最終是會取消功能組別的 可惜聽了一個鐘頭 沒有答案 你沒有做好你的份工 不過我對香港人有信心 我知道我們只要爭取 普選一定成功 接著我們請曾特首你作總結 政治爭教折騰了香港很多年 因為政改掀起動起 很多人的情意結 包括對國家的信任 對特區政府的信任 對我的信任 對於民主理想的追求等等 要突破這個困局 所有香港從政的人士 都要有承擔 站出來支持這個方案 2005年的政改 已經被民主派捆綁 否決了一次 社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如果民主派繼續 是以反對而反對 原地踏步就變成了香港人的宿命 空談民主 拒絕向前走 不單是民主沒有出路 香港也都沒有出路 普選是大家認同的 最重要就是不要急著一些此事而非的理論 而是實際地走出一步 令到中央 令到特區政府 令到香港人 令到建制派和民主派 都能夠向著普選的目標共同進發 我已經爭取普選時間表 2017年我們要普選行政長官 2020年可以普選立法會 普選的大門已經開了 民主的進程已經起鬧了 我們要肩負的就是七百萬香港人的盼望 我們一無所拒 可以走得多遠就走得多遠 爭取得多多 我們爭取多少 都要把握到最後的一分一秒 六月二十三日 民主派議員和全體的立法會議員 你們支持政改的方案 今天看起來 可能只是走出一小步 但是從香港的民主發展的旅程來看 從歷史會證明到 這個是一大步 香港人會記住你 今天所付出的 六月二十三日所付出的勇氣 多謝香港 多謝香港人家 多謝大家 總結之後 節目就到尾聲了 我們再次多謝兩位 主席